几乎每个人可能都会得过痔疮的一些经历 门诊经常碰到一些病人会问 医生我的痔疮严重吗 我的痔疮分几期吗 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我们痔疮一般根据部位的不同 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 内痔是指着尺线以上的血管扩张医区所形成的痔疮 我们叫做内痔 齿间以下的血管扩张医区 我们形成的是外痔 内痔和外痔之间通过静脉冲冷互相交通以后 就形成了混合痔 所谓的分期是针对内痔而言的 外痔是没有分期的 那么内痔我们一般分为几期呢 内痔一般我们分为是四期 第一期是属于轻症 那么就是以出血为主的痔疮 那么它出血量会比较大一些 血是鲜红色的 变后呢钢门周围没有种物脱出 二期呢是出血量的叫第一期减少一些 但是变后呢钢门口有种物脱出 种物脱出以后呢可以自己回纳 三期的出血量呢叫二期呢又会减少一些 但种物脱出的程度呢会增加 变后种物脱出来以后呢自己不能够回纳 需要我们用手往回送 四期呢变血量更少了 或者有时候可以补便血 主要就是表现为种物的脱出 这时候种物在脱出以后呢 它是不能够回纳的 或者即使我们把它回纳以后呢 它自己又会脱出来 我这样呢有一个示意图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了解上一下 这是一期的这窗我们可以看到呢 出血量会比较多一些 种物是在里面没有脱出来 二期呢我们看到出血量是减少的 这地方标了一个双向的箭头 意思是种物脱出来以后呢 自己就可以回纳 三期呢是出血量又少一些 这种种物脱出来再没有箭头了 说明这个种物呢是自己回不去的 四期呢出血量也比较少一些 但是可以看到脱出的种物来就更多一些 这种呢是不能够回纳的 以上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的质量 这种物脱出的 感谢观看